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12月15號的台股最前線 在經過了連續三天的一個下跌 尤其是昨天CK跌破月線之後 今天的一個台北股市 出現了一個開低之後 逐步向上震盪走高的一個行情 中場台北股市是上漲了60點 來到了17,660點 因此看到這樣的一個行情 當然大家第一時間 最想要問的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台北股市只穩了沒有 而這樣的一個問題 夏老師先跟大家報告答案 原則上只穩沒有 今天的一個行情 它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現象 但明天它會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多空關鍵 那為什麼會特別談到這件事情呢 因為事實上在今天的一個行情當中 當然如果說我們就整體成交來看的話 2474億這個是9月9號以來的最低成交量 那為什麼會突然出現這種量能的大幅度萎縮 當然有人告訴你說是這個外資去做一個放假的一個動作 但其實比較關鍵的應該是在於過去這一波行情的下跌之後 第一個市場的信心相對來講 它會稍微比較薄弱一點 那第二個重點是什麼 第二個重點是 市場在這個時候 他們在觀望今天 應該說明天凌晨的FOMC會議 利率決策會議 它所公布出來的結果 那為什麼要特別談這件事情 因為應該這樣子講就是說 在之前這個所謂公布 美國所公布出來的這個PPI 也就是生產者物價指數 那原則上這個數字是非常高的 或許大家聽到這裡會有一些疑惑 但是這個地方我們就簡單跟大家稍微談一下 什麼東西叫做PPI 或者是說對於大家來講 一般來講比較常聽到叫做CPI 叫做消費者的物價指數 那簡單來講 這是一個衡量是不是有通貨膨脹的一個標準 好但生產者物價指數呢 簡單來說 譬如說你今天如果你去買一碗滷肉飯 對不對 那滷肉飯 假設一碗滷肉飯是50塊錢 這個就是我們消費者在買東西的時候 原本如果是40塊 那現在漲到50塊 那這個滷肉飯的漲價幅度就是25% 這個是衡量是不是通貨膨脹的一個標準 那對於這個生產者來講 也就是賣滷肉飯的一個老闆來講 他可能要買米 然後要買這個豬肉 然後要瓦斯水電等等 這個幅度也大幅度增加的一個狀況之下 簡單來說羊毛出在羊身上 所以正常的一個狀況之下 PPI的一個上漲 當然他會帶動整體消費者物價指數的一個上漲 好 所以講這麼多要告訴大家什麼東西 原則上這一次的利率決策會議 重點在什麼樣的一個位置 就是我要不要提早去做升息的動作 好 所以大家所希望的 就是說持續這個量化寬鬆 這件事情應該基本上不用想太多了 但是提早升息到底要提多早 這個當然是明天 凌晨這個市場當中會比較關注的焦點 但無論如何這個東西 如果所有投資朋友真的聽不懂 也沒有關係 我要講的一個概念是在於說 聯準會的利率決策會議 他會在盤中召開 這是美國股市 我講的是美國股市的盤中 所以在開完這個利率決策會議的結果出來之後 美國股市大概還有兩個小時可以去做反應 所以應該是今天的凌晨的三點鐘 這個結果會出來 那原則上市場有兩個鐘頭去做反應 所以你只要看什麼 你只要看市場的反應就好 因此如果說這個美國股市在 這個結果出來之後 他是往上去做一個拉抬的話 那原則上明天台北股市 就有跳空過 這個月均線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反之呢 如果這個結果出來 美國股市是向下的跳水 那原則上今天的拉抬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多的一個作用 但無論如何 我想明天的一個關鍵應該是在於說 基本上我們過去跟大家所談過的一些技術指標 在明天剛好也會是一個比較關鍵的時間點 因為今天行情上漲的一個關係 如果說我們就KT指標的一個角度來看 那原則上現在的9天在這裡 所以低點是什麼 低點是今天的低點 所以今天是有創 最近9天的低檔的一個位置 那收盤價 收盤價往上去做拉抬 所以我們之前跟大家談過公式 所以隨機指標 他的一個計算是收盤減最低點 然後高點減最低點 然後這個值乘以100%對不對 好所以我要講的一個概念是說 今天這個值有沒有更新 這個最低點這個值有沒有更新 有嗎 因為今天有稍微破低 但幅度沒有很大 然後這個不動嗎 還是這個17988 那這個位置他也有更動 而且他是往上的 那很明顯的破底的幅度 大概差了10點不到 但是因為你收盤往上收了60點 所以整個值他會往上 好所以講那麼多 他要講概念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發現 今天的KT指標 他下彎的幅度 或者是下彎的斜率 他沒有來這麼大了 因為他開始有一點點 要走平這樣的一個味道 那如果明天能夠跳上去 雖然低點也不會變 高點也不會變 但是這個價格持續往上的話 他會讓整個指標開始出現走平 甚至翻揚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原則上 雖然說有比我們 一開始跟大家所談到的 那個50附近就翻起來 稍稍有一點點落差的一個空間 但是整體來講 如果能夠翻起來的話 那當然他會就是會是一個比較 偏向短多或者是稍微比較確認 能夠直穩的一個行情 那除此之外 你如果就月均扣底的角度來看 現在扣底這裡 所以昨天月線是下彎的對不對 然後今天 應該說如果22天來看 昨天應該是往上揚的 那今天是持續維持往上 那原則上 如果能夠持續跳功開高往上的話 那我扣這一段 雖然說是扣高檔 但是整體我維持在月均線以上 月均線也會呈現翻揚 所以為什麼我會跟大家特別談到說 明天會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間點 最主要就是在FOMC的一個利率決策會議之後 市場怎麼樣去反映這件事情 如果說能夠重新站回到月均線以上 短空化解重新偏多 那或許講到這裡 大家可能會覺得 老師還怎麼那個多空翻來翻去 我應該這樣子講就是 這個時間點說真的 因為它的決定性是在於明天 所以你說明天一定會往上走嗎 當然我們是希望比較正向來做解讀 但是我們總是要提防一下 這個行情萬一往下走的話 你不要有這麼多的部位抱在手上 對於大家來講會比較安全 所以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今天的操作策略是什麼 我們今天操作策略 不是謝老師偷懶 但是我們今天是選擇續報觀望 因為你在這個時候增加部位是不對的 因為你要去思考是說 你因為這樣講 就是明天如果往上走的話 你會覺得今天怎麼可以 今天不是一個好的買點嗎 為什麼不去做進場 但這個東西叫做結果論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預測未來 我們只能夠針對現在看到的一個現象做準備 那如果往下跌的話 你是不是就要講說 老師阿明明有這麼大的一個不確定性因素 你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買股票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最好的策略就是 不要增加部位 四成的持股 這是我們在昨天跟大家所談到的一個重點 那保留多少 保留六成的現金比重 這個你可以比較靈活來做應用 好所以這個是我們對於明天的行情 大家應該這樣子講 我講個題外話 今天只有2400多億對不對 我相信其實應該很多人沒有看盤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有時候其實決勝的關鍵 就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當市場都心灰意冷嗎 或者是說想要稍微反正就是 沒有那麼想要看盤的時候 事實上他常常會出現關鍵的轉折 不論是往上或者是往下 所以今天你看謝老師的節目也好 或者是你看其他分析師的節目也好 我覺得至少代表你在股市當中 你是很認真的 但是認真要有收穫 所以你要把各種的可能性都考量在裡面 即便今天我們沒有做任何的動作 但是我們還是要清楚的知道 明天的醫藥行情你應該怎麼做 那或許你覺得 謝老師講的不客觀 那你喜歡聽的老師也沒有關係 但重點就是 你要知道明天你應該如何來做操作 這個我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好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 當然我們今天沒有新增個股嘛 我們就針對我們昨天續報的幾檔個股 來跟大家做分析 但是我想我們昨天其實談的非常清楚 太弱留強太弱留強 簡單來說你留下強勢股 當這個行情只要稍稍質穩 這一些個股 他都會有往上拉抬的機會 所以我們昨天留的四檔股票 今天通通都是上漲的 那因此呢 我想我們就針對這四檔個股 來跟大家稍微談一下 後續你應該關注的焦點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 6443的一個元金 那當然元金的一個股價 從12月13號創不斷新高之後 最近的股價有點開始出現 這種所謂震盪回測 然後到昨天 事實上昨天的節目裡面 其實我有特別跟大家談到 這個區間會是一個 很關鍵的觀察重點 為什麼 因為我要看到 他會不會回到 原本的一個區間裡面 如果他回到原本的一個區間 是不是代表他沒有來的 這麼樣的一個強勢 他要回到這樣的一個區間當中 重新去做震盪整理 但還好 今天的股價 有往上去做一個拉開啦 雖然說幅度不是那麼大 如果說以區間的上緣 39塊8來看的話 今天收盤 收盤價是40.85嘛 大概拉開1塊錢的一個空間 好不過講到這個族群 因為今天有一些消息面 因此其實我的會員朋友也問我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訊息 到底有沒有關係 這個訊息是什麼 這個訊息是美國加州 他們準備要調整這個太陽能的一個補貼的政策 那這個部分呢市場其實有評估啦 就是說如果因為這個訊息出來之後 基本上他對於美國太陽能的安裝 在明年 我想2022年 他會減少15% 好但是我應該這樣子講就是說 會不會有影響 多多少少會 但是我覺得有沒有到15%這麼大 我覺得應該沒有好那原因在哪邊 因為你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什麼叫做補貼政策 就是我給你稅率的優惠 或者是我給你現金的補貼 讓你去安裝太陽能的屋頂 或者是太陽能的一個設備 我簡單來講 比如說像現在其實台灣政府也有嘛 就是假設我一度電 原本一度電我給你 我一度電我用四塊錢跟你收 現在電費好像是一塊多兩塊嘛 我用四塊錢給你收 然後你發多少我保證收多少 這是一種補貼政策對不對 好但是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難道政府不補貼就不用做了嗎 大家稍微可以想一下這個問題就是說 他這個15%的評估是來自於說 因為沒有補貼了所以我們都不裝了 好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目標是什麼 我想我之前我跟大家談過 太陽能的一個東西 或者是說應該這樣講 這個如果把格局放大來看 這個叫做碳中和的 碳中和的這個目標 那原則上我之前我跟大家談過 這個他不單純只是環保的議題 或許會有人覺得說 你們愛環保你們自己去環保 我們又不愛環保 但是我要講的概念是說 這個不是單純的環保議題 這是一個生存的議題 所謂的生存議題當然 你放大了講你就是什麼 溫室效應啊 然後什麼海平面上升啊 這些會影響到人類生存嘛對不對 但是我要講的一個是說 因為我們畢竟在股市的市場裡面 所以我要講的一個概念是說 現在因為這個包括我們之前所談過的 這個RE版或者說是這個 一些這種所謂的環保的這種所謂倡議組織 那簡單來說 像蘋果啊 蘋果他說 如果你未來 我記得應該是在2030年 你如果達不到碳中和 所謂的碳中和就是 我今天排出多少碳 假設我在生產過程中 我排出一噸的一噸的二氧化碳 好那我要想辦法去找一個東西 他能夠節省一噸的二氧化碳 我把它抵掉最後等於零 好這個叫做碳中和 現在的蘋果的說法是說 你不做我以後不給你訂單 所以這個對於企業來講 它是一個生存之戰 所以為什麼台積電 他要去買那個臥序封廠的綠能 他要自己弄太陽能 他要去買這個到處去買綠電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考量到這件事情 如果我做不到以後蘋果訂單不給我 那當然台積電一定做得到 但其他的企業呢 對不對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是一個既定發展的一個方向 我想這個大概不會有出現 太多的一個改變 也沒有什麼太多的爭議 所以會不會因為補貼 影響它的裝機量 會 但是它並不是一個長遠的影響 這個對於我來講 我覺得概念是這樣子 好除此之外呢 我們再來看 這家公司剛好昨天召開法說會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他們昨天法說會 我們雖然沒有派研究人去 但是整體來講 我們還是大概知道 他講了些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原則上公司表示 第四季開始功不應窮 那第四季不就是現在這個季度 那他有談到就是說 第一季到第三季 因為成本上漲的一個關係 所以公司是沒有賺錢的 好但是第四季 公不應窮之後 第一個你可以稍微拉一點價格 第二個 我之前在基本面的整理的時候 我有跟大家談到 中國最大的矽晶圓廠商叫做龍基 就是那個唐明皇的那個李龍基 龍基他的矽晶圓是減7%到10% 所以我說這個其實對於他來講 是成本的下降對不對 那現在因為約已經簽了嘛 所以我現在的價格 我現在是 比如說矽晶圓的價格 原本是多少錢 比如說10塊錢 我現在可能簽約的價格是12塊 但是你要想的一個問題是說 因為這個已經開始降價了嘛 所以如果明年掉下去 你覺得這個價格會立刻調整嗎 不會 因為他們都有簽約的嘛 所以如果說成本掉到8塊錢 我的售價還是12塊 我是不是從原本賺2塊 變成賺4塊 好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其實對於太陽能廠來講 他原本就是一個利多 因此 整體公司有談到了 滿載的狀況會到2022年的上半年 1H就是上半年 2H就是下半年 大家以後再看這個媒體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可以理解 好那重點我想 股價它是有拉開 跟原本區間上緣的差距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高檔整理 它並不是一個 我必須講 它現在還沒有出現一個 很明確轉強的態勢 但是我基本上我看了一下 市場對於這家公司的看法 就是國內最大的券商投顧 就是反正大家自己講 有給了一個 跟現在其實大概差了20塊錢的目標 那我要講的概念是說 我們不是講說那個目標一定會來 只是說當法人開始看到這一塊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可能要稍微盯一下 後續如果所有投信進來的話 這個會是一個 比較源源不絕中長期的買盤 這個東西可能是大家 在後續操作援金的時候 要比較留意的一個重點 好那除了援金之外呢 另外我們再看一檔個股 所以我這樣子講好了 昨天當然我們砍掉了一些股票對不對 大家會覺得說 老師好可惜 那個股價今天都有出現反彈 但是基本上我不覺得可惜 因為這個原本就是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但是應該這樣子講 就是說你留下來的股票 有沒有表現續強或者是還不錯 我這樣子講好了 如果說你有那個套的比較深的股票 今天原本套一成 今天彈3%好玩 那你還是-7%嘛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有原本那種賺5%的 今天漲5% 你是不是就變賺10% 所以這是我一直告訴大家的就是說 你要一直保持你的 十股是屬於一個比較獲利的狀態 你才能夠累積起來 你才能夠賺錢 所以你看3059的華金科 當時我們講的時候是44.25嘛 那當然其實我們是買在這個價格以下 我記得我們應該是買在434吧 好但我如何你看 過去這一波行情的股價走勢 13號創新高壓回 然後昨天是回測到低點收腳 你看43塊9 但是我有沒有出 我一張都沒有出啊 我跟我的會員沒有講說不用出嘛 對不對那事實上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東西其實它會決定在你的那個 操作的一個狀況上面 為什麼會這樣講 這個基本面的東西我就不多談 目前差不多就這樣子 沒有要新的更新我就不花時間談 重點你看 現在是市場當中最沒有信心的時刻對不對 最沒有信心的時刻 其實我也沒有叫你全部出掉嘛 我還是請大家保留一些股票 但是你去思考一個問題喔 我這兩個股有沒有蓋過 我有沒有黃貼紙 立可白 這個畫面當然也沒有辦法用貼紙 我只是要講你看我就直接把它標在上面嘛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這兩天你看下午社節目 你去追華金科的 你有沒有被洗掉 你看喔 今天光高點跟低點的差距 低點44.65 高點47.45 今天收盤價收最高 而且是創新高 這一來一回 差2塊8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強調一個概念是說 我們在跟大家談股票的時候 為什麼我不會擔心說你跟單的問題 因為這種東西其實看好就看好嘛 不看好就不看好 有必要為了做生意或者受會員 然後就在那邊這裡遮這裡遮這裡遮嘛 對不對 自己有那麼沒有信心就股票 股票股票 你看的股票不會漲嘛 對不對 我覺得沒有必要這樣子嘛對不對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說 你看即便你去跟進了 這是我之前我跟大家談的嗎 我砍掉了你未必砍掉 我沒有出你可能洗掉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如果你今天洗在這個位置 上來一張差了快3000塊啊 那說真的這個時候 四十幾塊錢的股票 差到3塊錢這個已經快7%了吧 7% 8% 應該沒有8% 7%左右的幅度嘛 對不對 那這是不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喔 嗯在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我不敢講說我每一次都做對 但是至少該報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要報住啊 如果你洗掉了 你出掉了就沒有了 你知道嗎 就是你很難再去 我這樣子講好了啦 因為 喔不好意思喔 如果我價格如果稍稍記錯的話 請會員見諒喔 我記得應該是這個 成本應該是這個 我說真的如果你在44.65 你洗掉了 後面還有沒有 你還有沒有這個價格可以買回來 不要說40.65啦 這兩天最低的439 你能夠買到最低的價格就是43塊9 對不對 還是43.75 反正就在這裡嘛對不對 好所以我要講的概念是說 你如果說你在這個地方你輕易就被洗掉了 那你買不回這個價格 當然你可以再追回來沒有問題 但是我是覺得比較可惜 因為你買的越低你報的越牢嗎 因為他他有拉開 為什麼你會洗在40.65 因為你可能買在44塊5啊 對不對 因為你不是跟我們的訊息在一起買的啊 所以你如果買在這個位置 掉到這裡你會緊張嗎 就是我如果再不出我的股票 他會從賺錢變賠錢嘛 對不對 那可能你就很容易被洗掉了 所以股票洗不洗得掉 第一個是看你的 對於這家公司的瞭解 第二個是看你的成本 所以如果你成本越低 當然你就可以抱得越牢 我的概念是這樣子啦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一波最高479嘛 原則上如果明天是一個偏多的行情 他是跳空往上的 那突破尤其是跳空過479 這是一個重新轉強再發動公司的訊號 那至於說要不要加碼 或者是說這一波股價會漲到哪裡 到時候我們再來看行情而定 對不對 因為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嘛 就是會員跟觀眾朋友的差別 還是在於那個訊息的即時度跟盤中的震盪 我們對於這股票的看法嘛 好 所以這個是華金科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核晴控 當時我講了 這很多人追嘛 那事實上 當然這股價昨天有回徹 但你大概回到這裡會指數金對不對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理解我們 為什麼大概在這個地方去做買進 雖然說很多投資朋友用試駕 所以我後來我補了一個訊息說 沒有買到試駕買嘛 或許你會覺得沒有拉很開啦 但是這事實嘛 但是整體來講 你看技術面有沒有出現轉弱 他突破的這一根我們跟大家談 然後昨天股價回測 回測到紅K的1 2的位置 所以大家有時候會覺得說 我們在連線啊 或者是很多分譯是在連線的時候 會講這個所謂K棒的一半 大家聽都覺得 這種東西有什麼好講的 但是真正在做的時候 你會忘記 就是說股價殺下來的時候 你如果忘記這件事情 你可能就急急忙忙就把它砍出去 那砍出去就沒有了 因為我相信今天的行情 你大概不太敢追啦 包括當時在這個地方 突然出現買盤 一分鐘2500張 往上拉 後面震盪整理回測均價 其實都有神劍守穩 那股價在今天是創七個月的新高 所以你看 這檔個股其實我們做 這檔個股我們做兩次對不對 到現在是第二次 這裡做過一次 我記得應該是27點 多做到3334 然後經過一段時間的整理之後 再突破 所以那時候我跟大家講的概念是說 強勢股還是強調那個強勢股的概念就是 因為他上方沒有套牢賣壓 所以 所以 這個東西其實他比較容易 在行情沒有這麼差的時候 他就會率先做止跌 或者說像是 大家都在漲都在反彈的時候 他的彈的幅度會比別人高 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個地方 好那最後我們談一下 6億88的廣民 因為廣民我覺得 這兩個股其實也是洗盤非常 非常關鍵的標準範例 什麼意思就是說 你看 這個股價最近都這樣走 12月10號 創七個月新高 然後 股價創高之後壓回來震盪 我說真的啦 就是 不要說你啊 我也想要出啊 但是 但是我知道這個位置不應該出啦 因此 簡單講就是 你有看得出來他有點刻意要 要洗你那個味道 事實上 不是只有12月13號這樣的 大家可以看 12月14號 最理點是不是到438 然後 他尾盤拉起來創收盤價新高 你要知道 昨天 昨天大盤跌 100 100多點 他的股價不僅沒有跌 他還創收盤價的新高 那如果你在這個地方被洗掉 成本大概我們成本大概是43塊多啦 應該好像435吧 好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看 如果你在這裡被洗掉 為什麼你會緊張 因為第一個 你不知道夏老師的看法是什麼 對不對 或許很多人跟了這一檔個股 但是 哇 我看到這個行情這麼弱 股票這麼弱 我夏老師不知道出了沒有 要不然我先出好了 你就只有賺 假設你跟我買一樣啦 應該是435啦 如果記錯請會員的見諒 你可能只有賺0.3 不是趴喔 0.3 你只有賺0.3元還不到0.3% 好 但是股價後面走上來 對心寒嗎 會不會覺得很悶 應該會吧 就是 就是出來那裡 然後結果中午 夏老師沒有說出 結果尾盤又收上來 對不對 然後可能下午看節目 那夏老師股票也續爆 對不對 今天一樣的道理啊 你看 今天最低449對不對 早盤先創新高 469 好 然後壓回來449 你看這個震盪的幅度有夠大 這個空間兩塊錢 這裡兩塊 會不會緊張 一定會啊 正常人都會緊張 但是你看 如果你砍在這裡 到最後尾盤拉上來 收盤價新高 盤中高點創新高 這差了1塊3 不敢講說 你一定砍在最低點 但是說穿了 其實有時候 應該這樣子講 就是說 我們從來也沒有擔心 其實我一直擔心的問題是什麼 其實我一直擔心的問題是說 你在跟單的過程裡面 我們走的 我也講了嘛 我們會有做錯的時候 大家也看到我們 停損我也是公開跟大家講 但是我比較擔心的是說 該損的 你沒有損到你多賠 該賺的 你沒有賺到你少賺 這個其實是我比較在意的事情 因為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克服 對不對 因為盤中的節目就是 固定的時間 甚至 我也在想說 盤中的節目說真的 有時候那個 行情波動比較大 那是不是還要繼續做盤中的節目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大家可能要 稍微想一下 不是說你一定要加入我會員 但是 我相信從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其實應該 有感受到我們是怎麼樣在做事情 我今天不是為了要節目好看 就一直帶你追股票 帶你追股票 帶你追股票 然後錯了都不講 或者是 或者是根本那個股票就 放著也不停損 對不對 我想我至少 我應該這樣子講 至少我完全公開嘛 對不對 我該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為的是什麼 為了告訴大家 你在加入夏老師會員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有遇到 夏老師也做錯的時候 因為行情就是這樣子嘛 不可能說一年365天都是你的盤嘛 我所謂的盤 我所謂都是你的盤是說 有些人是很喜歡追股票的 我沒有說不對 但是那個行情有它的一個行情存在 就是說你指數進入到震盪整理的時候 區間整理的時候 你追股票你會追到死啊 對不對 那他只有在那個大多頭的時候追是對的 那也有人像我們這種買突破的 那有時候買突破的 你遇到那種大多頭的行情 就是不是大多頭啦 就是那種中小型個股那種百花齊放 像前一陣子 雖然說大多數大家的股票都不認識 但是那種行情 你那種技巧當然就拉不出來 而且我們要顧慮到 這個流動性的問題嘛 對不對 所以但是我們我想我們是 一步一腳印啦 我們紮紮實實的賺我們該賺的錢 控制好我們控制的一個風險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概念是說 原則上明天會是一個多空的關鍵 那這個月也就剩下 應該說今年也就剩下最後半個月了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個問題是說 你今年到底你給自己的操作打幾分 我覺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那有沒有賺到錢 這個都不用爭辯也不用說 跟人家解釋說為什麼我今年賺到 或我今年沒有賺到 你只要打開你的存款簿 或者是你打開你下單的APP 你去看你的未實現損益 或者是你的戶頭錢有沒有增加 其實你就知道了 那如果說你是 今年是一個大豐收的一年 那當然夏老師很為大家開心 我們也希望說明年你可以堅持下去 但是如果說你今年 你看今年行情走成這樣子 如果你還搞到賠錢 那你要想一下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你要怎麼樣去改變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宿命 因為我常常在網路上看人家會講說 賠錢就是散戶的宿命 我覺得不對 因為你可以去做改變 那重點是你要不要擺脫這件事情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願意擺脫這件事情 剩下最後半個月 我覺得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先把這半個月做完 然後像明年開始 有一些比較正確的觀念 跟正確的操作的態度 那如果你覺得你是相信夏老師的 那我覺得給自己一個機會 也給夏老師一個機會 最後的時間可以開始 是不是想思考 明年要跟著我們一起來做操作 所以如果說投資朋友想要跟上我們的一個腳步的 我們都歡迎大家 可以透過畫面下方這個服務電話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做一個聯繫 那以上就是今天12月15號的台股最前線 謝明哲老師聲明書 市場上有詐騙集團 盜用謝明哲老師的照片及簡介 成立Liott群組 推薦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當之費用 謝明哲老師在此慎重聲明 等Liott ID為 AtMoney27525868 ParaGon ID為明哲888Y 無其他群組 請投資人切勿受騙上當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